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日本 因为拒绝就侵略历史和未安复问题道歉 遭来骂声一片的安倍 在结束访美形成之后 似乎依旧没有收敛 其领导下的日本政府近日来 一方面与菲律宾举行南海军演 展现插手南海事务的姿态 另外一方面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道路上 继续迈出实质性一步 对于安倍来说 舆论的批评和反对 似乎都比不上破解军事 信雇之门的强烈意欲 9号中午 菲律宾马尼拉南港码头 600多名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兵 走下两艘日本自卫队驱逐舰 春雨号和天舞号 依次登岸 12号 苏比克湾附近的菲律宾海域 菲日两国首次海上军演 如愿而至 作为菲日两国在南海争议海域附近的 首次联合军演 日本派出两艘驱逐舰 菲律宾派出拉蒙阿尔卡拉斯号巡逻舰 环球时报原引美联社报道称 非海军司令米联表示 此次军演是在日方舰支离港回国途中进行 将演练包括中国在内的西太平洋海军力量 意外遭遇时的准则 以保证舰船安全相遇 具体课目包括舰上直升机行动 互相拙舰以及探讨海军演练等等 在介入南海的同时 日本也加紧防卫西南岛屿 其确定在运纳国岛部署自卫队后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在宫古岛配备 自卫队特别警备部队 日本共同社评论说 日方此举实试图对海洋活动日益频繁的 中国加以牵制 而不管是介入或是牵制 安倍政府的野心不仅于此 据中新网援引日媒报道称 11号日本执政的自民公民两党 举行围绕新安保法制的执政党磋商 两党同意通过修改 武力攻击事态法 截禁机地自卫权 并扩大自卫队的武力行驶范围 另据报道称 周边事态法被修改后 自卫队的后方支援范围 将不仅限于日本周边地区 从平时到发生紧急事态之时 自卫队活动范围将大幅拓宽 为此 安倍政府正加快推进法案通过 计划在14号的临时内阁会议上 敲定相关法案 并计划15号提交国会审议 针对这一事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1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明了立场和关切 要求日方切实地尊重 亚洲邻国的正当安全关切 慎重行事不得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我们将继续密切地关注日本的有关动向 并且坚定地维护中国的安全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对于安倍政权处心积虑谋求修宪 出台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 并为此谋求修订相关安保法制 以及出台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举动 日本一些民众纷纷表示了强烈反对和担忧 更有人直指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 实质乃积极的战争主义 好的 新闻话题我们来连线台北演博士 杏林 把时间交给你 就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在台北演博士 邀请到的是中文化大学邱毅教授 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时事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有华兄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日本和菲律宾12号在南海争议海域附近 是举行了首次的联合军演 关注军演的具体地点 菲律宾海军发言人此前是表示说 演习将在远离黄岩岛的区域举行 而与菲律宾发言人这个表态不同的是 一名日本消息人士则是说 这次军演离黄岩岛不远 就要说为什么双方的表态会如此的大强惊敌 这一次真正军演的地点 是在马尼拉湾到苏比克湾之间的海域 这个海域离黄岩岛的生育海域 说近不近 说远不远 到底是远还是近呢 所以就日本来讲 他国内正要去修法 修他的安保十一法 所以他当然要表现出来说 日本有个假想敌 叫做中国大陆 所以日本当然希望说 这次军演的实际的地点 至少让日本的国会 让日本的舆论 让日本的民众感受到说 是在一个南海的争议海域 尤其靠近黄岩岛的争议海域 那这对于将来日本的执政党 要在国会里面推动所谓的安保十一法的修法来说 可以制造一个先身夺人的声势 他安保十一法在国会的修法的主力才会减少 那真的菲律宾的看法就不是这样了 他必须考虑到美国的态度 美国当然要菲律宾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和平崛起 进行遏制的功能 但是也不希望菲律宾玩过火 万一将来真的出现了战争的风险 或冲突风险的时候 那么美国就会被拖累 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利益跟亚太的布局 所以站在菲律宾的立场 要考虑到他背后的老大 美国的态度 所以他就讲到离黄岩岛还远得很 所以日本跟菲律宾所说的 也就是各取所需吧 另外有关这次演习的目的 菲律宾方面给出的答案 是为了避免海上冲突和不寻常的事件 另外我们也知道 日本在南海并没有领土跟领海 它还是对南海的事物非常的热心 两个国家对于这次军演的目的所在是什么 就日本来说 从印度洋经过马六甲海峡 到太平洋 所经过的关键的海域叫做南海 所以日本把这个地方叫做海上生命线 日本所有的人员都是经过这一条海上运输线 那么运送到日本的 而日本认为说这一条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海上生命线 是日本必须要去维护的 所以这个地方南海对日本非常重要 可是过去受限于专守防卫的国防政策 受限于它没有办法落实集体自卫权 所以日本有志然生 这一次在美国的力挺下 它终于解禁了集体自卫权 对于专守防卫的国防政策 也做了若干程度的调整 所以它首度的到南海去进行军事演习 这一次南海的军事演习 虽然合作的对象是一个被东南亚国家 视为军事力量最弱的菲律宾 但对日本来讲 它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 邱家说分析了日本的目的 我们也看到菲律宾给出答案 是为了避免海上冲突和不寻常事件 尤华兄你怎么解读 菲律宾它相关的炮艇 都是其他国家向日本印尼提供给它的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菲律宾如果它不愿意花大钱 去建设它的国防建设的话 那它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就是引进外来势力 所谓外来势力除了一个美国 但是美国它只是跟它签署了防务协定 十年的防务协定 每隔十年换一次 那菲律宾现在它希望引进日本的主要一个目的 去改善它的激励后勤的状况 还有一个 希望日本能够提供更多的军备给它 这是菲律宾的目的 因为只有日本会提供军备给它 然后帮它去改善它的后勤维修能力的话 菲律宾才有可能在未来的南海问题上面 有它的发源权 我们看到另外在11号的时候 日本的自民公民两党是举行了围绕新安保法制的执政党磋商 两党同意通过修改武力攻击事态法来解禁集体自卫权 扩大自卫队的武力行使范围 这个协议结果说明了什么 日本下一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举动 尤华兄 这个武力攻击事态法 它是把三个不同的法案把它包裹在一起 那这三个法案它包裹在一起 它说明了三个重要的事实 这个完全针对中国大陆而来 第一个它必然会造成黄海 东海跟南海的三海联动 这个趋势大家要注意 因为黄海它至少有朝鲜问题 东海调岛问题 然后南海的话是岛屿主权的纷争的问题 它如果能够造成这三海的联动的话 刚刚好我们讲的周边事态三法 周边事态三法对于武力行使是有严格定义 但是它把它放松 过去它是被动认定 现在主动认定 它有先制打击的能力 或者先制攻击 或者先制解决的能力的时候 各位去看看三海联动 哪一个国家会受到影响 那第二个 那扩大智慧队的武力行使范围 就是我刚刚讲的 除了周边事态三法的话 它专守防卫 专守防卫是一千海里 一千海里 那对不起 那符合了日本的三个航线 就是它的生命线 它的生命线 东北航线 西南航线 跟西北航线 这三条航线刚刚好 都在它的周边事态三法里面 跟武力行使法的里面 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日本是想提升它军国主义的战备能量 虽然我不能说它现在会实施军国主义 但是它提升它的战备能量 这个也是针对中国大陆而来 那第三点 就是说日本的下一步 日本的下一步 各位去看 所有武器出口三原则 那日本可以自由买卖武器 那现在日本的舱红级 它要给两个国家了 一个是澳洲 一个是印度 过去是不准出口 现在可以出口了 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未来日本的军机输出 战机输出等等那些 所以我觉得 日本的自民公民两党 它武力攻击事态法 它表面上是讲到 我日本受到侵略 但是实际上 它还是一再地去储备 它的战备能量 我们不能够小看 好 谢谢两位的分析而点评 我们时间交换到辅助理员博士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